前果凍姐姐楊晨熙結婚了 其實早在9月份的時候 就傳出她懷孕的消息 不過當時是遭到經濟公司的否認 而如今真相大逆轉 一早就在臉書公開好消息 楊晨熙目前仍在澳洲 稍早對外報喜 雖然這陣子洗杯交錯 很像洗三溫暖 不過竟然是上天送來的禮物 就順其自然接受 並期待龍寶寶的到來 她也預告等她回台後 會好好分享相關細節 楊晨熙從兒童台 果凍姐姐轉戰演藝村後 近年也積極經營副業 擁有依照杯好身材的她 也時常在臉書曬辣照 跟建設公司上班的男友穩定交往 9月時她也透露 因為太重視儀式感 雖然雙方有論及婚嫁 但堅持要有一個很完整的求婚儀式 才會點頭出嫁 此外 儘管雙方家長都要求要低調 不要太過張揚 但楊晨熙認定的海島婚禮 還是一定要辦 那是她的夢想 如今小兩口已經正式登記結婚 雖然目前他們兩個人的婚宴 要怎麼辦還沒有想好 不過他們已經想好他們度蜜月的地點了 他們兩個人要去度拜跨年 楊晨熙表示 雖然現在已經登記結婚 不過是老公搬過去她的家住 楊晨熙說 因為我家有好多的小動物 現在就是住家裡比較習慣 幸好她的住處和她的住處是在同一棟 所以晚上都會住在一起享受兩人生活 而楊晨熙她的計畫不少 雖然明年4月就要卸貨 不過她年底依舊要和老公到杜拜跨年 楊晨熙興奮的說 我現在在澳門拍攝觀光旅遊影片 估計明年4月寶寶誕生 我們12月要辦性別趴 相當期待 好 接下來轉換焦點來看到 網紅9man只有大麻被逮 不少大咖咖的網紅來力挺 而百萬網紅chip也在IG現實動態PO文說 這不是什麼大錯不要被打倒了 不過之前chip談及交通議題時 當時卻稱把手法的都當白癡了嗎 那誰還要手法呢 而被部分網友質疑根本是雙標 對此chip出面駁斥 這是造謠謀黑 9man那個完全是個造謠謀黑啦 我現在很像風向喜人說 我停9man吸大麻 其實我在館長直播 曾經酸了9man10分鐘說 9man你不要再吸毒 不要再吸毒 吸毒是錯的 那9man吸毒要該去抓去關 抓去熱戒 罰錢 怎麼樣我們都雙手同意 youtuber9man因為持有大麻被逮之後 不少網紅發文力挺 其中百萬網紅chip也在IG現動 PO出9man的照片 並表示這不是什麼大錯 不要被打倒了 不過有網友揪出他之前 討論交通議題時曾批評 把手法的都當白痴 誰還要手法 如今9man犯法了 chip卻力挺 網友質疑 chip是雙重標準 對此chip9日表示 這是造謠抹黑 他是希望9man趕快站起來 風向卻被洗成 他停9man洗大麻 但是以依據朋友的道義 今天9man出事了 我不可能說9man你就是個垃圾 不可能吧 我跟他很多年的朋友 一定是說你就好好面對 希望你重新站起來 我是一個以這個朋友的道義 勸他說就不要被這件事情打倒了 而不是說贊成9man吸毒 那這完全是斷章區域 非常可怕的抹黑 有不少的youtuber是轉發9man的道歉影片 力挺他 不過呢這個行為其實讓不少的網友是無法理解 認為執法犯法卻被公開聲援根本就是蝦庭 甚至列出名單準備抵制 我要跟我的觀眾與粉絲道歉 我真的很抱歉 youtuber9man近日被爆出 吸食並持有大麻 而他也在偵訊後上傳影片 向粉絲及媽媽道歉 不僅點閱率在兩天內就衝破172萬 人員頗好的9man也獲得不少網紅好友們的力挺 接轉發貼文聲援9man 不過同樣身為網紅的雪碧 卻看不下去9man的行為 更嗆 道歉影片還開盈利跟donate 當粉絲傻了嗎 網友則對其他youtuber 聲援9man的行為感到憤怒 在提卡上整理挺9man的youtuber們 包含與9man有著好交情的阿滴 魚乾及chip等人 並發文大喊要退訂閱 讓不少網友粉粉附和 台灣YT小圈圈超噁心 那些家庭的真的看不下去耶 挺一個我推一個 不過也有人認為這種行為 根本是霸凌帶頭者 自己要退就退還糟糕天下 對此魚乾則表示 絕對沒有贊同違法行為 之後也會更加謹言順行 諷刺的是 酒面靠著招牌企劃 就是要對決收穫打批粉絲 如今宛如變成挺酒面的網紅 對決不挺酒面的網友 讓人始料危急 而網友相當的不滿是喊話要來進行抵制還有退訂 而曾經轉發他影片稱他是最尊敬的創作者的魚乾 緊急在IG發現動來之前 魚乾過去多次上佐夢頻道合作 在他道歉影片發布後 率先在instagram送暖我最尊敬的創作者 這次做錯事 勇於面對並改過還是給你讚 如今面對網友批評 他時隔兩天回應 絕對沒有贊同違法行為 我應該表達的更加清楚堅定 之後我會更加謹言盛行 非常抱歉 對不起 好 另外一位呢 同樣有站出來聲援酒面的 就是這位YouTuber阿滴 那阿滴呢 他現在也是慘遭網友的出征 被認為是在力挺犯法行為 對此阿滴昨天晚上也有發聲回應 表示說自己的本意 被驅解了 阿滴親上火線解釋 表示我現動寫說 要JOMEN整理情緒 面對錯誤 邁向未來 被一些人解讀成 我在挺犯罪 我覺得這太曲解我的本意 我只是想鼓勵朋友 好好的面對錯誤 不合法的事情就不應該做 也有網友怒罵 公開鼓勵犯罪的用意是什麼 轉發他有開盈利 又沒誠意的道歉影片又有什麼用意 不就是要挺他嗎 認為身為公眾人物 卻公然幫好友洗白 阿滴對此也有回覆 說謝謝你的回饋 這段時間大家的討論 我都有看到也給了我很多反思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這位 你應該認識吧法拉利姐 是 對他因為無厘頭的作風 左紅進來積極轉戰直播 靠著粉絲的打賞來賺錢 沒想到他近日竟然收到的 網友死亡威脅 對方不僅辱罵他 甚至還要他出門小心一點 讓他是心生恐懼 而對此警方也證實已經接獲報案 張婷婷9號在臉書PO出私訊截圖 只見有網友向他辱罵 畜生狗人妖有夠醜 出門小心點別被我遇到 我一定拿開山刀殺你 讓他看了是相當的畏懼 也在文中向這名網友喊話 請酸民自重 照的言論已經構成人身安全的傷害 經紀人已經請律師處理 遭由警方調查了 而對此警方證實 走號傍晚5點半左右 已經接獲張女的報案 對方除了威脅張女外 甚至還揚言殺你存家 這幾天會去鬧你住的地方 也會等你出現了 殺你跟經紀人等 目前張女已經提出恐嚇 及妨礙名譽告訴 警方依規定受理 後續將查閱相關涉嫌人資料後 通知到案說明 依法就辦 接下來看到也是娛樂圈的 焦點是好搜集 女星奇景月在台灣時間9號 順利生產了 並且以袋鼠式的護理方式 首次接觸寶寶 並且拍下人生第一張合照 畫面意外 先起討論 奇景月在懷胎34週後 特別飛到加拿大來待產 懷胎10個月終於見到孩子了 她也非常開心感動 低頭看著孩子的眼神 盡視溫柔 臉上也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事實上她陣痛了30幾個小時 才順利生下孩子 而她在社群平台分享生產艱辛過程 已經快過了整整兩天的時間 都還沒開始生 對她來說真的是非常煎熬 完全不知道是怎麼穿過的 感謝外界祝福 強調自己並沒有化妝啦 而是生產前去接睫毛 霧眉眼線 而此外 她生產後曝光與孩子的合照 被網友誤以為是全裸生產 她則特地澄清說 沒有全裸啦 是醫生護士拉下來 讓我們抱了一個小時親膚時間 而她也指出當地的孕婦生產後 都會讓寶寶與母親親膚抱一個小時 好溫暖的規矩 不過大便都黏在我身上了